好莱坞环球影城为迎接中国农历猴年的到来 即日起至2月14日 在园区内专门开辟了中国新年专区 举行隆重的新年庆典 园区内张灯结彩 挂上了各种红色喜庆充满年味的装饰 和十二生肖的条幅 我们因为是洛杉矶的娱乐之都 非常注重文化多样性 所以我们特别有了一系列的新年庆祝活动 迎接猴年的到来 那在饮食的部分呢 我们特别在环球广场准备了food truck餐车 我们准备了鸡肉春卷 猪肉水饺 还有中国风味的热狗 里面加了小黄瓜跟葱 那另外我们还有好奇猴乔治 可爱的好奇猴乔治会出来 跟大家照相跟打招呼 好奇猴乔治是环球影城2006年动画电影里的主角 活动期间 他穿着中国传统堂装跟游客们见面 意味着猴年吉祥 他不仅活不可爱地跟游客们互动 最后还调皮地走起了独木桥 从票房剧作变形金刚3D 虚拟过山车请来的讲中文的魏正天跟大家拜年 跟我一起说魏正天万岁 还有没有人想我的脚下跪下来 还有我们布满整个环球广场的许愿树 在走之前不要忘记许个愿 把自己新一年的愿望写下来 挂在许愿树上 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趁着这个周末来环球影城感受一下过年的气氛吧 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活动也不要担心 环球影城的其他游乐项目都是超级精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